其实73的级别对我真的还是蛮舒服的 主要是在饮食方面 我吃得比较开心 就是每天一日三餐 反正就吃得很愉快 很开心 哇 我可以吃 因为吃饱了嘛 训练它总归是有进点 就是精神状态也会好一点 其实我69的时候 我的训练水平很高很高 但是我体重大 我打69的时候体重跟现在差不多 所以说打69的时候体重降很多很累很累 但是我不用举那么多 那打69取199多点就可以拿冠军了 现在73也差不多199多点也是冠军 所以说对我来说可能也是相对会轻松也 对我的训练要求非常高 能不失败就是今天不失败 失败了我会很 就会懊恼会骂自己 他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哎呀 哎呀 哎 哎 今天200掉了两把应该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前段时间训练基本上没失败 就开始两种失败 所以他有点懊恼 万一这个情况出现在比赛上的话 那就是相对比较质疑 下二代你就是这个点 可以的 稍稍有点可以去 浪费了两种很累的 特别练琴举 琴举翻起来之后再挺 被体能要求 很高啊 那一般琴举在比赛中 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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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困 对体能要求比较高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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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elocity 下 我上去就直接一个满满满 所以这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 去比赛 能够胜过去做一个 我们是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非常有成就感的心 好